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用的钱 其实根本不是你以为的钱 它不是黄金也不是白银 而是一串中心化银行的数字记录 但今天我们要讲的 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数字货币 它不是由任何银行或政府发行 它就是一串去中心化的代码 而这串代码的名字叫做比特币 这是一段从神秘到疯狂的旅程 一个没有老板 没有国家背景 没有广告预算的虚拟货币 竟然在短短十几年内 从一文不值变成了 动辄一枚几万美元的数字黄金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背后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有人靠它报复 也有人倾家荡产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比特币的故事 我们要从2008年 一个神秘的PDF开始说起 那时候全世界正处于 金融海啸的风暴中心 雷曼兄弟倒闭股市崩盘 房贷危机席卷全球 就在这个人人都对银行和政府 失去信心的时候 一个自称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的人 发表了一篇论文 题目叫 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实际上这篇论文不只是个理论 它完整描述了比特币的核心运行机制 包含两个最核心的难题 一 双重支付的解决 传统数字货币的核心问题是 我怎么保证同一笔钱不会被花两次 中本聪的答案是 时间戳服务器和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 POW机制 矿工们需要耗费电力去解开一道数学难题 成功后才能将交易打包成块 并得到全网确认 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伪造交易的可能 二 总量限制 中本聪在代码里写死了比特币的总量上限 2100万枚 这与各国央行可以无限印钞的法币 形成了先明对比 赋予了它数字稀缺性的身份 这是一个优雅而精密的系统 是密码朋克Cypherpunks多年理想的极大成 整篇文章只有酒夜 但却像是一颗原子弹 埋下了改变世界的种子 它提出一个革命性的想法 我们不需要银行 不需要中介 甚至不需要政府印钱 我们只需要彼此信任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就是比特币的基础 很多人以为比特币是赚钱工具 但最早的比特币其实是一种理念的反抗 它反抗的是传统金融系统的垄断 是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胀 是少数人掌控货币游戏规则的世界 最早的比特币甚至不需要用昂贵的显卡来挖 早期的参与者可以直接用CPU 在家里的电脑上轻松获得奖励 比特币的第一次被定价是在2009年10月 一位名叫马蒂马尔米马蒂毛米的用户计算出 一美元应该能兑换1309.03枚比特币 他用这个价格卖了5000枚比特币 这标志着比特币从单纯的实验 走向了拥有相对价值的商品 中本聪把这个理想变成了代码 2009年1月3日 他挖出了第一块比特币区块 称为创世区块 Genesis Block 奖励是50个比特币 中本聪这个名字至今依然是个谜 他从未露脸 只透过邮件论坛发文与社群互动 但在2010年底 他逐渐淡出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是 我转去做别的事情了 他将一整套可运行的比特币系统 彻底交给了开源社群 没有老板 没有公司 没有中央控制权 这正是比特币的本质 中本聪离开后 他遗留的近百万枚比特币地址 至今仍未被动用 这笔价值连城的宝藏 被永久锁在代码里 这本身就是比特币理想主义的最高宣言 系统比个人重要 控制权必须被放弃 这不仅确保了比特币的去中性化 也为后来者立下了为理念而非财富的基调 而他在这个区块的备注里 刻下了一句话 太悟世报 头版 财政大臣正考虑第二轮银行救助计划 这是一个信号 这不是巧合 这是宣言 比特币正式诞生 最早的比特币世界其实非常小众 没有交易所 没有KOL 没有NFT 也没有币圈 只有几个密码学籍课 在网上挖矿讨论测试 连比特币要怎么定价都没人知道 除了中本冲向Gavin Andreessen 还有菲尼这些早期开发者 也是推动比特币前行的重要角色 哈奥菲尼甚至是中本冲转账比特币的第一位收款者 他们不是为了炒币赚钱 而是把比特币视为一种货币的民主实验 这段时期 比特币社区其实充满了理想主义 直到2010年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实测的事 有人在论坛上说 我用一万枚比特币请你帮我点两份披萨 一个程序员真的接受了这笔交易 打电话订了两份PapaJones披萨送到男人家里 那一天是2010年5月22日 这也成了比特币的第一个真实交易 也是现在每年都要纪念的比特币披萨节 注意哦 一万枚比特币换来的是两份大披萨 当时值30美元 今天价值几亿 从披萨事件开始 人们终于意识到 比特币可能不只是理念 也可能真的有价值 当披萨被吃掉 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更方便的进行交易 2010年7月 世界上一个早期交易平台开始运营 它名叫Mount Gox 门头沟 起初只是一家处理急换式卡牌 Magic The Gathering交易的网站 讽刺的是 这个原本根本不是为了金融交易而生的平台 在2011年才转型为比特币交易所 正是它的出现 让比特币第一次拥有了全球统一的公开报价 以为后来的崩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更多人开始加入这个实验 有人开始买显卡挖矿 有人开始架设交易所 还有人开始拿比特币换美金 2011年第一个比特币黑市平台 丝绸之路Silky Road上线 它让人可以匿名用比特币买卖各种东西 包括不太合法的东西 但反过来想 正是这种不受中心化控制的特性 让它被定义为匿名犯罪工具 但也让一些人开始把它视为一种完全不受限的数字货币 于是从2011年到2013年 比特币开始第一次暴涨 从几美分涨到十几美元 又涨到上百美元 人们开始疯狂挖矿投资投机 新闻开始报道它 论坛开始讨论它 甚至有商店宣布可以用比特币付款 但泡沫也悄悄酿 2013年11月 比特币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 媒体一片欢腾 比特币进入新时代 虚拟货币革命来了 但没多久它就突然崩盘 因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ontgox出了大问题 Montgox是当时80%以上比特币交易量的中心 其实早在2011年 Montgox就曾爆出安全漏洞 骇客趁系统未修补时 倒走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比特币 虽然平台当时努力补偿用户 但也埋下未来大爆雷的伏笔 结果2014年2月 它突然宣布因内部系统漏洞和盗窃 丢失了大约85万个比特币 当时价值大约4.5亿美元 投资者崩溃市场恐慌价格跳水 比特币瞬间从高峰跌进深谷 很多人认为这下完了 比特币死了 但它并没有死 它反而更强了 Montgox危机是比特币历史上最大的诚信危机 它不仅让投资者血本无归 还首次引发了全球监管机构的关注 积极面 这次事件让开发者意识到 中心化交易所的风险是巨大的 因此社群开始推动开发 更安全的去中心化交易协议 DEX和更安全的钱包技术 比特币的任性在于主体Montgox倒了 但作为底层的比特币网络 一秒钟都没有停止运行 负面 这次崩盘彻底终结了早期比特币的无政府自由主义幻想 迫使整个生态开始面对用户资金安全和反洗钱的现实挑战 日本政府也因此开始着手制定 第一批针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框架 Montgox崩盘后 比特币价格暴跌到200多美元 冷清了整整两年 但就在这段寂寞期 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悄悄被越来越多人研究 你可能听过一个词 区块链 比特币是第一个成功的区块链应用 它是一种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全网同步的账本 简单说就是它不靠银行 也不靠某一家公司 而是靠整个网络共同维护 这让很多开发者 企业甚至政府都开始重新审视它的价值 比特币不只是炒币 而是一种新金融模型的可能性 这时候一些新角色也登场了 像以太坊Ethereum在2015年推出 让区块链不只是货币系统 还可以运行智能合约 技术爆炸以太坊的出现 激活了公链革命 它带来了ICU首次代币发行的狂潮 但同时也暴露出比特币自身在可扩展性上的瓶颈 交易速度太慢 手续费太高 路线之争 2017年的扩容之争 不仅仅是技术分歧 更是社区文化的分裂 一派以比特币现金支持者为主 希望比特币成为低成本日常支付的电子现金 另一派比特币核心开发者为主 坚持比特币是价值储存应该保持区块小而安全 并发展闪电网络 Lightning Network等第二层扩容方案来解决支付问题 最终的硬分岔固化了比特币数字黄金 而非数字现金的市场定位 然后一堆新的山寨币开始涌现 区块链大会加密货币网站 ICO项目如雨后春笋冒出来 你今天听到的币圈大咖 DeFi Web3 很多都从这时候萌芽 而比特币虽然慢慢被边缘化 但它的王者地位始终没有人动摇 直到2017年 比特币突然再次爆红 那一年它的价格从年初的1000美元 一路飙涨到年底的接近2万美元 除了主流媒体开始大量报道 还有一个关键 首次代币发行朝ICO Boom 全世界突然冒出一堆区块链项目 只要发个白皮书 就能吸引上千万美元投资 资金涌入韭菜冲进投机者疯狂 整个币圈一夜膨胀 但你猜怎么着 泡沫很快就破了 2018年初 比特币价格从2万美元跳水到3000多美元 跌幅超过80% 这并不是比特币第一次大崩盘 但它依然活了下来 在漫长的寒冬中 它开始为下一轮的机构入场积蓄力量 2018年的漫长熊市被称为加密寒冬 资金退潮 许多空气项目破产 但行业的建设者们并没有离开 这正是比特币系统自我修复和成熟的关键期 机构化准备 华尔街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安全托管比特币 复达Fidelity等传统金融巨头成立了加密部门 为未来的机构资金入场做准备 基础设施建设 闪电网络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力开发 它允许用物在比特币主链之外 进行快速廉价的支付 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扩容之争带来的支付功能缺失 监管清晰化 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 开始将许多ICO代币定义为证券 明确了监管边界淘汰了大量的欺诈项目 这时开始被主流世界正视了 2019年 Facebook提出了一个计划 叫Libra 一个由科技公司发行的稳定币 一听到脸书也要发行货币 全球央行都慌了 美国国会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 全都跳出来警告 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比特币不是玩具 它背后的加密货币系统 可能真的会挑战国家货币体系 而比特币作为老大哥 也被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当作另类资产开始研究 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改变一切 比特币每四年会发生一次减半 奖励矿工的新币数量减少一半 这种机制是比特币通缩属性的核心 它也是过去几次比特币大涨的重要周期引爆点 减半像是比特币的生日 每次减半都可能掀起一次行情与讨论热潮 美联储疯狂印钞全世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市场流动性爆棚 这让抗通胀成为投资关键词 而比特币刚好具备几个特性 总量固定去中心化 不受通膨影响 于是这次不只是散户冲进来 连华尔街的大佬们也来了 MicroStrategy Square特斯拉 纷纷宣布购买比特币作为公司储备资产 尤其是特斯拉那一波 马斯克一句话 就能让比特币价格飞天或跳水 一度创下6万美元以上的新高 华尔街背书 伊万富翁保罗都多琼斯等公开 将比特币视为对冲央行货币贬值的最佳工具 MicroStrategy的CEO迈克尔 赛勒更是将比特币视为比黄金更优越的数字稀缺品 这种叙事上的转变 让比特币正式从即刻反抗工具 升级为机构级宏观资产 文化影响 许多NFL美式足球 明星开始要求用比特币支付部分薪水 萨尔瓦多总统甚至在推特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公开辩论 比特币不再是金融新闻的边缘话题 而是渗入了流行文化和地缘政治 更震撼的是2021年6月 一个国家正式宣布 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 你没听错 是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萨尔瓦多El Salvador 总统那一部布克莱 NAYABCO公开表示 我们要用比特币脱离美元依赖 全国推行比特币钱包 甚至发债券件比特币层 萨尔瓦多的实验 是比特币故事最精彩的篇章 但也是风险与争议最大的部分 积极面品牌 它向全世界证明 比特币理论上可以作为主权国家的法定货币 挑战美元霸权实现金融普惠 负面现实 它的推行引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严厉警告 认为这增加了金融和经济风险 国内民众对采用的意愿不高 且政府承担了巨大的比特币价格波动风险 这个实验至今仍在持续 其最终的成败将是未来各国是否效仿的关键 这是比特币第一次挑战国家主权的时刻 虽然争议很大 但却掀起了全球讨论 各国央行开始研究CBDC 央行数字货币 金融界也开始积极布局加密资产 2017年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境内比特币交易所 紧接着在2021年又全面禁止比特币挖矿 这让比特币算力一夜间暴跌 但也让挖矿去中心化的分散到全球 特别是美国哈萨克俄罗斯 可以说中国的封杀反而让比特币系统更分散 更坚韧比特币终于进入国家级战场 但故事没有永远的高光 2022年整个币圈再次经历一场灭顶自灾 比特币生态离不开一个主要的交易媒介 稳定币Tether USDT 虽然USDT和USDC等稳定币 是比特币交易的主要媒介 但Tether背后的资金储备 多年来一直增益不断 如果任何主要稳定币出事都可能牵连比特币 主因是几个关键平台倒闭 LUNA爆雷三件资本清算 Celsius冻结提款 然后就是最大那颗雷 FTX交易所破产 这场危机的核心是 中性化金融CEFI的失败 而不是比特币底层技术的失败 LUNA创始人三件资本FTX的SPF 他们都不是在代码层面出错 而是在信任和道德层面犯了罪 他们利用用户对中性化机构的信任 进行高风险的挪用和欺诈 讽刺的是 这场灾难反而反证了中本冲理念的正确性 不要相信中性化机构 要相信代码 在所有这些中性化巨头倒下时 比特币网络从未停机 每一笔交易都被如实记录 曾经被誉为币圈就是主的SPF 成了史上最大诈骗案主角 FTX倒下连带币圈数百亿美元资金瞬间蒸发 比特币也再度暴跌 从6万美金跌到1万多 很多人说比特币完了 但等等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台词是不是又听过 2023年开始 比特币又默默爬回来了 越来越多的传统金融机构 不但没有放弃 反而跑来申请比特币现货ETF 黑石复达谨顺 一个个排队进场 2024年初 美国正式批准第一批比特币现货ETF 比特币价格再次暴涨 而这次进场的不只是 极客或投机客 ETF的意义 现货ETF的批准 意味着数万亿资产的传统养老金 退休基金主权 财富基金 可以在不直接持有比特币 不担心钱包安全 不担心监管风险的情况下 轻松配置比特币 这不仅是一次价格的胜利 更是华尔街对中本聪理念的最终妥协和接纳 它代表比特币已从反抗者的工具 转变为主流金融的资产 比特币当然也有很多批评者 有人批评它浪费电力 破坏环境 有人担心它助长洗钱与犯罪 有人说它太波动 不具备真正的支付功能 而最致命的质疑是 它的价值是否只是共识幻觉 不过比特币的支持者也会反驳 美元的价值难道就不是共识幻觉吗 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答案 一路走来 比特币经历了从0到1 从极客玩具到国家争议 从泡沫高潮到深谷重生 它不是完美的产品 不是稳定的投资标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理念 但它是这个时代最疯狂 最真实的一场实验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是钱 谁来决定它的价值 又是谁在掌控这个世界 而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 但比特币正在逼着我们 必须回答 这就是比特币的故事